千万的千万不要买黑的棒 不要买黑的 你看 你看我找到漏的地方了 看这 这怎么一点都不焊接 你看好像没有焊接 看 这是下面 在下面 我这打磨一下 打磨一下之后 然后呢 你看我刚看了一下这个 是到一个service one那去了 到一个service one那去了 其实不需要要这个东西 因为它这个有一个 这有一个专门的有一个service one 这也有了 就是专门在吃那啥的 这到冬天的时候 你用黑的棒棒的时候 刷那个 这会实在不行 就把它弄掉 如果是焊得不好的话 就把它完全去掉 你看它们弄得怪漂亮 所以你看焊接这个东西 不能看漂亮 要看那个什么实不实惠 就是跟你焊上没有 不要看着那个 你看你看 它这个就焊得不好 但是呢 人家就能焊上 焊上可怜 你这个怪漂亮 但是呢 你看时间长了之后 就不行了 就漏 所以这个焊接啊 你去买什么东西 在焊接口那儿焊得特别爽 你看那个地方肯定就容易漏 或者是那个容易断 假如你买别的 我等于焊的时候 这个肯定也也会掉下来 也会化 等于用个什么东西包住它 哇 这次 你看 我给它焊上了 看 用了好多那个焊银 用了好多焊银 然后上面这个它没有动 所以我就我也不动它了 然后七了怪了 我当时冲了150个psi的时候 用氮气 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结果我一冲福利昂 那时候我就听到里面 是是是的声音 不知道为什么 哇 我现在我又冲的了 冲的了70个吗 有多少个 50个 60个 60个 看一下 刚才那个福利昂的时候 它都降到了 60 那个 30多 30多 然后 连氮气的时候 150都没有任何声音 气贵了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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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work on this one 你看这油 这油 哇 这哪个地方有漏 never never buy heat pump i hate hate pump 我最讨厌这 我刚看到这 那个地方漏电 你看 然后冒 那冒烟呢 哇 有个地方冒烟呢 刚才 我那个电 这个幸好我放上有插箱 这个地方有冒烟 哇 你看那 它磨的时间长了 你看 它那个线和这个 这个是这一块 然后它这样颤抖颤抖颤抖 哇 这毛病真多 你看到没有 这种任何东西 你考虑不到的 它都有可能发现问题 这出出出问题以后 你看那个线 它磨那个东西 时间长了 它就这样 哇 我现在没有找到漏的地方 在哪呢 继续找 我去拿我的那个检测仪 检测仪的话 因为它这都是油 看到没有 估计会哗哗叫 刚才去喷也没找到漏的地方在哪 再喷一下 OK 因为那个 我那个 另外那个仪器 太敏感了 然后这全是那个福利 所以它一靠近就哗哗响响 你哥们检测不到哪个地方 所以呢 我就用这个 这个 UltraSonic 就是超声波 超声波 我一样就找到了 你看 它在那 看到 一个巴宝 看 然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 看到这 这个下面一个红格 它检测到哪有声音的时候 它就那个红格就跳出来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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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这红格就跳出来 看 看 哇 你看 我再挑小一点 把那个 把那灵敏度挑小一点 OK 先上去 看 看 看那 你看 然后我喷了巴宝 刚才在那喷巴宝 没有 没有出现 我主要喷上面 它滑下去了 等我用这个找到之后 一喷 你看那个巴宝 看那个巴宝 是这个 liquid filter dryer 也 也那个什么的 也漏了 你看 我把这个地方焊好了 这个地方 然后又漏 你看 看 看这 因为你听不到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霸了 就跳 哇 现在就把那个 去掉了 把它去掉 哇 这个油太多了 油太多了 然后呢 用这个 depress degracer degracer 汽油的这种 然后我刚才 喷了一件 然后呢 你看 把那个油都去掉 不然如果 等于个汗 就不好看 哇 这个真是可以 你 额头超饱 先是室内 机有三个漏的地方 我汗上了 然后呢 汗上之后 测压力 没有漏 然后一运转的时候 然后这个地方漏了 这个地方汗上 汗上之后 结果运行了一两天 这儿又漏 哇 我当时想着 不用换这个呢 这个我们没想到不行 必须给它换一个 二分之一的这种 我还没有 直接就给它连接上 直接就给它连接上 因为二分之一接口的 二分之一接口的 好了 给它汗上了 弄了一截 然后 直接把它两个接通了 然后 我那个没有另外放 就是一个是我没有这种 二分之一接头的这种 那个 这个 align filter dryer 这个的话 它这儿还有一个呢 这儿还有一个 所以呢 就没有必要放那个了 其实有一个就够了 有一个就够了 ok 然后 这个电线 刚才那个 就是我刚开始看的时候 那冒烟 那冒烟 你看然后呢 是这儿 再看 看这磨的 这个时间长了之后 你看 看到没有 就就磨成这样子了 哇 看 然后这个 直接就碰到那个 碰到那个 这个皮了 碰到这个皮了 这就为什么 然后会涂现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那冒烟 嗯 希望它没有漏了 我再漏的话 就这个就修不了了 这个就修不了了 然后因为它出了好多运滑油 我要给它再加点运滑油 等一会儿 等会儿抽真空的时候 抽到一半的时候 加一些运滑油进去 你看 出来好多油 好多油 哇 里面修好 然后 我这个test test了之后 然后 没test才出来 然后因为 那它当时 就没有任何漏 那个压力在那儿 然后保持平衡 但是后来一 冲上福利昂这个一运呢 那是这儿漏 这儿弄好之后 然后结果过了个 几天 然后我在这儿 然后 昨天晚上我一看 我这上面全是油 这个上面 然后呢 我一看 这这这 估计里面又漏 然后结果又是这儿漏 哦 刚才我这个 拿下来的 你看 这 这怎么会有一个缺口呢 你看 这水焊过 这是好像是 你看 这就就从这 从这儿漏 看到没有 然后就从这儿漏 水好像焊过什么东西 你看这 然后从这儿漏 然后从这儿漏 大清世界无奇不有 这怎么会从这儿漏呢 它一般RUS在上面 你看这 简直是这个我整死了这个 这个花了刚一开始的时候 然后多半天 再加上今天的 又多半天 哇 这个弄了个 整整整整两天 整整整两天 OK 现在加点 运花油进去 加点 运花油 这是专门的这个 亚洲机的运花油 PoE 奥油 然后呢 把它加进去 就是你里面 一出真空了 抽的 大约快好的时候 你吸 然后把它 连 连冲上 连冲上之后 连写进去 吸进去之后呢 然后 你再出真空 再继续出真空 然后现在 我看我一个手 能不能操作 我把这个手机 夹到 我的手和土之间 然后呢 你这样拧上 诶 拧上之后呢 然后现在我一打 然后呢 里面真空 它就把它吸进去 看 看 它现在正在往下走 哦 这 sorry 这 这 这一个开关的 这一个开关 这你往里倒的时候 先把这开关关上 不然的话 有时候都落下去了 你看 吸下去没有 看 吸着干净净净的 OK 把它关上 好 就像这样 刚才 你再误会 现在 我会看 你再恐怕 你再来 我会看 你这个 你这把你多潮 就是这样 我们不公主 不公主 我又有 然后,四,五,六,这边六个,然后呢,那边是,那边是两个,这全是焊接,六,一共八个,八个焊接,八个焊接,啊,OK,那该回去了,在这待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整,待了一个星期整, 它原来是,只有这一台工作,现在,一,二,三,四,五,六,现在另外六台也工作了,一共七台了,现在一共七台工作,就那个会议室那个,里面也漏,里面也漏,我把外面的那个老压缩机放上了,但是里面漏,所以那个的话,等下一次,或者有机会了,再弄那一个,好了,一个星期了,收拾一下,要回去了,现在六点多了, 好